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今天非常荣幸到我朋友 欧重庆华人智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欧重庆 欧教授的摄影棚 来拍摄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 就是南台湾风云变色 喉召两人的民调突然飙升 这个后面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来请教欧教授 请问欧教授 不敢说 您认为 国民党的选情在南部可能翻身吗 因为他们讲已经指导了 赖清德的本命区 一个台南一个高雄 是赖清德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绝对不是吃素的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经过详细的理解 恐怕台南真的会掉一席 这掉这一席 也许未必是赖会员 他的第一选区 而可能是国民党派李玄教 出来的那个选区 有可能会掉了 这首先是台南部份 也就是事隔将近20年 台南又重新渴望有 某一个席次光顾 接着是高雄 那就是王杰那个选区 看起来他几乎是掉顶 那也是20年左右 高雄重新有了国民党的席次 再者那就是屏东 也有个选区 所以南台湾能够 由台南高雄屏东 各重新有一个选区 这是实属难得 还有一件事啊 那就是尔武党籍参选的林国庆啊 他呢在嘉义县呢 对上嘉义王的儿子 那就是陈明文的儿子 那个地方呢 也渴望另类的光复 虽然林国庆不会挂民进党 也不会挂国民党 但是啊 能把嘉义王家族给拿下 这也是一个十分了不得的事 所以等同于是巴掌西以南啊 整个情况有所改变 这样一来呢 民进党等于还是中错的 不过虽然如此啊 民党恐怕呢 还是在52席以上的 区域立委 及不分区立委的总行事 他只要再加上5席到6席呢 他仍然表决 会按照他的意思通过 有阿哥 刚刚欧教授讲 讲的还有一席 就是李梅珍跟碰上了李博弈 对 这一席可能会落到国民党的手中 台南市在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之下 已经30年没有任何一席立委 将近30年了 将近30年 就是陈塘商当县长之后 他就没有的 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侯赵的身世 现在突然飙升了6.9个百分点 这个6.9个百分点 赖清德下降了在南部地区他下降了三四个百分点 那我想请问欧教授 如果这样子 像赖萧佩他们两个都是台南人 赖清德跟萧美琴他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他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在台南市的本命区如果掉了一席 甚至于掉了两席的话 你认为赖清德跟萧美琴选得下去吗 他的南票北斧政策能够实现吗 现在的确是两边的票 已经拉近到50万票以内 那我不妨这样说 现在等同于国民党这边 是整个警政体系加黄埔体系 再加上黄埔兴体系 是已经整合起来 再加韩流体系 这四大系是整合的非常好了 那么另一边那是赖清德的 他是CC派体系 他的总统体系调查体系 显然已经跃然直上 再加上他的长老教会 或者是独判体系 他们也有了一个综合 两边现在有些势均力敌 我目前为止看起来 这个票数像是550万票上下 两边也许此时此刻 咱们录影的时候 很可能他相距就是30万到50万票 有话个 就我所知 现在赖清德他是非常感到恐惧的地方 他整个脸色都变 对 他说是南部地区 其他不要讲了 只要掉了三席的话 他想选上大位 第一个 必然困阻重重 第二个 不要忽略了 现在侯友宁南部的票上升 而赖清德他的民调下降 旁边还有一个柯文哲在虎视眈眈 所以现在赖清德 他非常怕柯文哲 把他青年选票跟手投足 中间选民的票给抽光的话 那未来我们只有一句话讲 如果南部 虽然民进党他还是胜利 我想请问欧教授 几席立委一调到 一调以外 更重要的中部也有两三席也要掉 像包含林静怡 包含黄国书的过去的那一席 假如这些席次他都掉的话 那您认为赖清德纵南选上大位 他可能控制立愿吗 现在就是这样子 只是赖清德即便当选 也会是满目疮痍 身上是坑坑巴巴的 而且是各个地方 都已经失去稳定的控制力了 这就是蔡赖斗争之后 所产生的关键后遗症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春风专案还有安住专案 以及安院专案 又都陆续的被揭发 等同于是 大家知道赖清德的某种程度上 代表的是属于调查的秘密体系 等于是蒋经国的左线体系出来竞争 而现在的侯友宜和赵道康 等于是蒋经国的右线体系出来竞争 简单的说 都是蒋经国大概在1983年时候的 所设立的知青体系 所以知青的左线与知青的右线 谁胜谁负 民进党都是败的 欧教授他刚刚讲的 我们只有一句话讲 南部地区若有闪失的话 赖清德跟肖美琴 将会成为民进党的罪人 那其次如果南部地区 真的是有立委席次调的那么多的话 那未来国民党极有可能 他光复高雄台南跟屏东 那第三个 我们现在就要仔细看 离决战只剩下30天 这30天以内 如果赖清德肖美琴不能止血的话 你南票北宋的政策 或者选战策略被切断的话 未来赖清德未必会选得上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